对于向华强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他虽然不是明星 但却是很多明星的老板 在香港娱乐圈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因此大家对他的关注度非常高 连带着对他的儿子也很感兴趣 他的儿子向左因为父亲的关系 从小就对娱乐圈产生了非常浓的兴趣 还拜了李连杰为师 学起了功夫 想要当一名功夫演员 而向左也和其他的富二代不一样 他非常能吃苦 在当时他每天要学八个小时的功夫 还要学四个小时的戏剧 非常辛苦 但他却坚持了下来 向左能在这样的毅力 想必也和向华强的培养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对向左的要求非常严格 对自己儿子都不特殊对待 还和他签了一份卖身器 和普通的明星完全一样 在向左的努力下 他终于成为了一位小有名气的功夫明星 还有很多明星主动找他演戏 比如古天乐 古天乐想找向左拍戏 便去询问了向太陈兰 向太看到古天乐这样的大明星 都来找自己儿子拍戏 非常的开心 一口就答应下来 但没想到他在告诉向左时 却被向左拒绝了 即便向太苦苦劝说也没有用 对此想必大家都很好奇吧 古天乐找向左拍戏 他居然会拒绝 难道是觉得自己太大牌了吗 原来向左表示 他自己已经有一部戏在拍了 如果再接的话 那就会一心二用 这样的话对这两部戏都不太负责任 向左的这句话一出 简直打脸了大半个娱乐圈 大家都知道 很多明星都有扎戏的习惯 同时拍摄好多戏 结果导致精力都分散了 哪部戏都没有拍好 而向左却没有选择这样做 反而专心拍摄一部剧 哪怕是古天乐来邀请他 他都没有心动 这样的态度真的值得很多明星去学习了 而向太虽然不理解儿子的做法 但是却也尊重他的决定 不得不说 这一家人真的太棒了